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5月8号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王晓峰透露 据测算 5月1号到5号 全国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.15亿人次 累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5.6亿元 与去年相比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 旅游市场基本恢复了同期的50% 促进了旅游业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